9月29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秋冬季传染病多病共防以及节日期间出行等有关情况 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尤表示 自2020年年初以来全球疫情走势一路上扬 还未出现过缓和下降态势 3月下旬全球每日报告数突破5万 到了5月下旬全球每日报告数突破了10万 到了7月初每日报告数突破20万 进入9月份以后有多个单日报告数突破了30万 那么从这个时间组来看 好疫情的话呢就没有出现过缓和下降的一种态势 所以说呢在没有新的特别有效的预防措施能够应用的情况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要指望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 这估计呢是可能性不大 吴尊尤说多国疫情反弹案例表明防控措施一旦松弛 疫情就会出现反弹 秋冬季即将来临 他建议民众保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意识 口罩应成为民众出行的标配 在常态化防控的这个情况下呢 配备口罩相当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标配 随时背着口罩 在人员密集的地方 在通风不好的地方都要坚持戴口罩 在这个秋冬季马上就要到来 提醒大家一定要呢 这个做好啊 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 包括这个长通风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在通风不好的情况下 和在人员聚集的地方戴口罩 那么这些措施呢 不仅可以防止新冠肺炎的流行 对于预防流感 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呢 也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呢 也是保护个人卫生和身形健康的 非常好的这个方法 国庆中秋双节假期即将到来 预计出游人数较多 武尊友提醒民众 在出游前 中后都要做好防疫工作 一个呢 就是个人的防护用品的准备 这个口罩 这个消毒免洗液 第二个呢 出行前 作为一个呢 自我的或者随行人员的 身体状况的评估 如果有这个一些感冒样的症状啊 缩短旅行的这个行程 近距离的不做跨省的安排 女性的途中 如果我们是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 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戴口罩 这个保持守卫生 这个在游玩女性中呢 要注意这个保持距离 如果是近距离这个人多呢 上厕所呀 那么这些地方呢 都要注意这个戴好口罩 在途中也要呢 注意啊 这个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出现不失 那就终止旅行 取消旅行 旅行接触回来了 还得要呢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做一个继续的观察 如果出现症状 要发烧发热之类的 一定要继续就诊 同时呢 这个要跟医生 报告你这个女性的一些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ющ